来看到这个惊险的画面在台北市的提顶大道 中午有民众报案 发现有个男子呢 站在这桥外的铁皮装置上面 岌岌可危 而警察人员获报赶到现场之后 跟这个男子僵舌一个多小时 最后趁他不注意的时候 消防人员跳过桥面 一把把他给制服了 这过程相当惊险 就在转身准备跳下的这一刻 警察把握机会 一个飞扑从后面抱住 这个令民同事也冒险爬过去 确保两人安全 聚在桥立一段的后勤支援 掏出绳索 要把他们带回桥面 你走上单轿走 成功挽回男子性命 但时间往回推一个小时 这沟通过程可受到警消人员 非常头痛 你站下去什么都没有了 真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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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过来 我给你拜托 好不好 过来 好不好 不要过来 我们两三步而已 我们就过来 好不好 过来 幸好警消部下天罗地网 连水面上都有船艇巡逻 就担心有个万一 最后成功救匪一条人命 只是一场意外 提领大道塞车一个小时 苦了路过的通勤族 中文新闻谢耀珍 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